指的照片中肠胃的溃疡这些都是铁粉造成的灼伤 台中一名80多岁的失智老先生 冲泡芝麻糊食用 还向家人抱怨难吃和肠胃不适 家人这才发现老先生把家中存放的暖暖包 误当成芝麻糊 立刻向老人家送医治疗 那初始伯伯有一些恶心 呕吐 肠胃到不适的症状 那后来再经过洗胃治疗后 伯伯的症状很快就改善 那同时在接受X光的检查 我们也确认说确实它的肠胃道都含有一些铁粉的成分 于是我们就要帮它安排做了胃镜检查 那胃镜检查确实在胃镜检查的底下也看到说 它在胃里面有残留一些铁粉 那同时发现那个胃里面 也有一些小部分灼伤溃养的情况 医师做胃镜发现 食道 尾部 舌脂肠多处灼伤溃养和糜烂 一路蔓延60公分 索性老先生物食分量不多 中毒轻微 经过治疗观察已经康复出院 医师表示 失智症患者大多有视力以及认知错误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的危险物品都要注意 对 她本身慢性病就有些失智的状况 所以也许就是这个失智症的状况 她第一个她认知功能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第二个也许就是她眼力不好也是有可能 所以她在家里面在没有家人注意的状况之下 她有时候就很容易去误食一些不该误食的东西 医师也强调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失智症刑率超过7% 其中物食是失智年长者最常挂急症的原因之一 提醒民众一定要把清洁剂危险义务收好 避免老人小孩拿到 这样中换台中草报道